比我這一輩子加起來太多 因為那我前半生 我都不知道我在活什麼 我最近得病之後的這半年 我真正的在活 偶爾就會有病人這麼說 所以生命當中最後的成長 非得 非得不要想說要什麼樣 才有辦法做準備 那我們剛剛提到的 臺灣安靈環 沒有要不要一直是自然子孫法案 它非常令我們驕傲 它是我們亞洲第一個自然子孫法案 第一個自然子孫法案 它尊重默契別人的善終權益 那這是它的一個必反的歷程 後援兩千年之後修法 過了十一年之後修正 那到了一百零二年再修正 所以我們給它介紹的是一百零二年 最後的一個版本 修法歷程 如果對法律很有興趣的 再去研究就好 那它的歷法精神 它是為了保障末期病人的一個 善終權 所謂的法律 所以當初這個 主要在訪問我們 如果大家看我們第一部分上課的獎勵 後面有一堆補充資料 如果大家有看 然後原來我們台灣在安寧陛法的一個 嚴格裡面有三個基金會 三大基金會 基督教的安寧基金會 佛教的蓮花基金會 天主教的康戴基金會 從當初立法 兩千年立法前 就是這幾個基金會 還有一些醫護人員 還有法律法員 一起促成這個法 它總要立法精神就是要 保障末期病人的善終權利 自然死亡的權利 有死前不受加工 不受加工多年 受苦的一個權利 所以它本身是保障自然死 安寧死的法案 是反對安寧死的法案 大家要非常重視 我們剛剛提過 安寧死跟安寧死完全不同 所以這個末期病人 這是法律條文上面的一個末期病人 那它定的非常寒慧不清 主要它的理由是要回歸 回歸醫療專業 由主要照顧的醫師來做判斷 那安寧團的醫療療力 我們剛剛有提到身體 這是從身體、心理、靈性的痛苦 身體的痛苦、心理的痛苦、靈性的痛苦 給緩解知識性的醫療照顧 所以呢 怎麼確定為不可治愈末期病 在法條上面規定 要由兩位醫師診斷 確為末期病 那大家這裡就糊塗了 為什麼不是兩位醫師 為什麼不是一位醫師呢 那其實就是因為 公元2000年那時候修法的時候 大家知道我們台灣很多法律都是怎麼來的 可是立法院很關起來朝野協商結果 那公元2000年那時候在朝野協商 有一個很重要的立法委員 他本身是什麼 他是醫師耶 然後他說這個啊 千萬一定要兩位醫師才可以 為什麼 因為醫師可能喔 跟家屬串通起來摩擦 他一定造假怎麼辦 結果他的擔心是什麼 那個幾年後啊 爆發他經營的醫院啊 大量吃健保 可以健保的錢 原來會跟家屬摩擦碰 是他的自己 難怪他覺得 這法院一定要定兩位醫師 那因為他定了兩位醫師 也好啦 既然他都定了 但是衛生署 衛生福利部 為了解套 所以後來就規定說 兩位醫師不以在同一時間診斷 或同一個醫療機構的醫師為限 所以 另外呢 所謂相關的專科醫師 兩位醫師 兩位都要 我們修法到最近這一次規定說 兩位都要專科醫師 只要他不是 還在學習階段的住院醫師 他拿到衛生署 任何一個專科醫師 其實就可以判定 那我們實際在運作的時候啊 醫生 也不會特別問說 你家人要接受安寧照 那請問 那兩位醫師是誰 你把他名字給他拿出來 通常不會的 我們就是看病人的診斷證明書 或者住院病例詹漾 那了解 病人有跟家屬 家屬有跟醫師 做過討論 了解到他已經是默契了 就可以了 但是法律上其實是有這樣子的 所以我們剛剛有提到 怎麼去判定默契病人的族群 所以腦死癌末 默契失智症病人 默契肝病人 都是默契病人 但是穩定狀況 持入人慢性失智的病人 臥床多年的腦中瘋病人 不算默契 但是如果默契多年的腦中瘋病人 突然一個很嚴重的病人 送到醫院急診 醫院急診醫生說 這個狀況非常嚴重 他的肺炎非常嚴重 必須插管才有機會救回來 這時候這個病人可能 就不然變成默契病人了 這時候假設病人之前有交代 或者是說他其實這樣子過床 他人也都不清楚 這時候家屬就可以決定說 那我們不插管 我們想要緩和治療 所以目前在各醫院的急診 經常發生很多這樣的狀況 緩和治療的狀況 病人一定會走嗎?不一定 很多病人 像這樣臥床的病人 他雖然醫生說 插管出來的機會比較大 但是有些家屬 他捨不得再讓病人受苦 沒有插管 那有時候抗症疾病人也就回來 是不一定的 就是說 這個就是我們剛剛講 緩解自治性的治療 就是沒有用比較侵犯性的方式 就是要適應避病人的醫療侵入性的措施 那如果在法律藥件上要符合DNR就是不施性性性肺服輸數數和藥件有三種狀況 其實說是有四種 如果我們這裡簡單講三種就是意願書 意願書就是指本人簽署的意願書 而且要經過兩個人的見證 那這裡大家又問問題 為什麼是要兩個人見證 明明我就 我人就清楚 為什麼要兩個人見證 對不起 這個兩人也是朝野寫上來的 大家如果有處理遺族的 大家就知道 很多的遺族 是書遺族 什麼遺族 最好都有兩個人見證 即使是我自己寫的 原因是因為怎麼樣 因為為了說不知道怎麼看定體積啊 不能確定是不是真的你寫的 所以法律上就要有人見證 所以假設 假設這個病人已經到了末期 他希望不要施性性肺服輸的話 他人清楚的自己做決定的話 就是簽這個意願書之後 要經過兩個人的見證 那一般兩個人都是找家屬 這個簽很好也有簽 這是第一種情形 那第二種情形的話 叫同意書 同意書是由什麼 因為病人一世婚禮 或是沒辦法清楚表達意願 由他最近的親屬出同意書代替 這叫同意書 所以 假設像我們剛剛講中風 人不是很清楚的 必然做到急診 醫生說我也想要查一個 但是最近的親屬家屬 只說不要不要 他還很恐怖 不希望他再多痛 這時候家屬就要填 我密書 那就 醫生就可以 好 那這樣就 我幫你做這個信仰 好 第三種狀況 有的人也沒有簽過一月書 他也沒有最近清楚 像什麼 我們台灣最多的單身農民 還有呢 路上的街友遊民 他可能 是因為完全已經都沒有跟任何人有關聯 他才變遊民街友 或者是他的家屬根本無法連呼 像這樣的人 我們在最近 一百零二年的這一次修法 已經幫他保上 假設他沒有事前簽醫院書 而且他沒有最近清楚的時候 可以在醫院經過安寧緩和醫療照顧程序之後 大家認為不施行心肺復蘇 對這個病人來說 是符合對他最大利益的狀況下 就有主治醫師開一組說 這個人萬一狀況更好 不要做全套的急救 所以目前不施行心肺復蘇術有這三種狀況 那那個醫院書要怎麼樣寫 裁合法律規範 那根據這個衛生署 他公告很多的範本 那其中這個醫院書的範本裡面 就是要簽名身份證統一編號 住所電話出生人員 所以我們講的各司法 這上面全都落我們 因為這個安寧緩要條例高於 這個特別法高於一般法 所以衛生署還是要求我們 把這些東西全部填上去 那這裡醫院書裡面重點有一個是什麼? 要兩個在場見證人簽名 在場見證 而且見證人必須年滿二十歲 年滿二十歲才能達見證 那如果大家手上有最新版的醫院書的話 就會發現 這個醫院書變複雜了 這裡變成 四項 有四項 這個 因為這也是大家討論的結果 又多了四項 第一項是選擇接受 反核性、致死性的照顧 第三項是寫真愛心 他如果不接受的話 根本 這張都不要寫 不過因為我們衛生官員 堅持沒有辦法 選擇 反核性、致死性的照顧寫上去 所以就又多了一些 還有一項是愛心 而且我這個沒有改 我就是比較早的版本 然後不接受心肺突出 不接受 延長 冰死過程 且無法增進生命平址的 維生醫療措施 所以我們再回顧一下 有完全行為能力 一、兩人以上再走進去 好 那其實我們台灣 這是另外一個台灣交 台灣從2006年開始 健保愛心卡當中就可以 預立意願 預立意願 就是說如果有一天 我是默寫的時候 我希望不要用一些 CPR的方式來延長我痛苦的過程 我們從2006年健保愛心卡 已經可以預立 我們目前在做的 我們健保愛心卡已經 去預立可以去受一下感情 所以有不少人 你們都是走在那個 時代的簡端 這個非常有概念 那我們剛剛提到那個 意識不清楚昏迷的病人 我們說他的同意書 可以由最近清楚來代理 那問題就來了 最近清楚是哪些人叫最近清楚 那就根據那個民法侵權篇 就是列了一堆最近清楚 那我們就直接來看這個圖 這個圖是我們台中的 黃曉公醫師 他設計的很清楚 日後大家 要開始做這個社區的一個靈性 施工的時候 你們也要懂得看得懂 這個叫家氣符 家氣符就是這樣子的 病人跟配偶 男生跟女生結婚之後 生下兩個小孩 一男一女 這個男生呢 接了婚又生下兩個小孩 所以這個人就是病人的孫子 而且是百孫 男生的 那我們看這個家氣符 低順位 配偶 這個配偶低順位 我們聽起來是名證言順 但是最近幾年 發生很多這個問題 第一有名的就是什麼 我們現在中華民國的法律規定 如果有人跟這個 如果大陸的居民 跟台灣的男生女生結婚之後 要幾年才能拿到身份證 六年 以前七年現在六年 我們可能在榮民總醫院的觀點 最近就很常發現 畢人家族主張這個榮民被被救到底 為什麼 他說我在請餐 我在餐四個月 我就可以拿到身份證來 台灣的身份證很好用 能夠去做什麼什麼什麼 那他當然是要久住到 這是台灣悲慘的事 另外一種狀況在中南部比較常發生 是什麼 外景新娘很好 各個國家的外景新娘 接吻多久能夠拿到 中華民國身份證 不一定都不太一樣 越南啊印尼啊 什麼都不一樣 拿到身份證 對他來說很重要 為什麼 他如果拿不到身份證 尤其又有小孩子的 變成小孩子 他要帶回 越南或印尼也不是 小孩子放在這裡 讓他回去也不是耶 這個有時候 大家看電影戲劇 會看到這樣子的衝突 所以他的主張當然就需要 變人活久一點 等到他拿到身份證 再說嘛 所以 還有一些是怨偶 就我們剛剛前一段講的 希望他不等老師 跟他有身仇大力 主張就是要救 主張就是要救 可能悲讚嘛 悲讚 尤其是 有些人會把配偶 當作是自己的財產 主張就是要救 第一位順位是配偶 第二順位是 神人子女 孫子女 那這裡大家要知道 寫在第二順位的話 表示他的排序 是同一個階層 沒有說大兒子就比小女兒 來的順序在前面 也沒有說大孫子 排序就在大子下 他們這一層是同樣一個順序 第二 第三是父母 第四是兄弟姐妹 第五是祖父母 第六是真祖父母 真孫子女或三親等堂系學親 三親等堂系學親 三親等堂系學親是什麼 譬如說 什麼叔叔啦 姑姑啦 阿姨啦 重秀啦 這些 三親等堂系學親 就是跟父母 就是父母的兄弟姐妹 差不多 以前救的法規 沒有真孫子女 最後就發現 發生有那個真孫子女 跟他的真祖父母 住在一起 其他人都走了 但他沒辦法幫他先往進去 所以這裡真孫子女 把西 是 七 一親等直系 眼睛這是什麼? 育人的胎胎罵 越富越武功功功 那大家大致上了解 除掉這1到7其他人知道嗎? 什麼禁佛啦 什麼重功 那個有沒有在這裡? 沒有 沒有 好 侄子、子女有沒有在這裡? 好 所以大家要知道 如果大家以後想依靠的是這些人的話 大家可能要出現起來 必要有人在這裡 沒有結婚的 沒有結婚的 就是我們講 我的阿姨可以幫我做同秘書的設定 所以我剛剛好像講錯了 那個知識之女應該也是可以 就是說知識之女可不可以繼承財產? 可以繼承財產的都可以 好 大致上是這樣 所以我剛剛 對不起 好 就弄錯了 請問繼母可以嗎? 繼父繼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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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就是他 病人的配偶 對 有雙養 就是說他有法律上他們的關係 會必要留學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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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這樣子 假設他的繼父就是他的母親的陰性 所以應該是不行的 繼父繼母是不能夠繼承財產的 但不能繼承財產的 就是不能出去搭移書 大致上他是採正面表列的方式 所以沒有列在這裡的就沒有 那養父母是孔父母 所以是他 好 為什麼剛剛我們要討論那個表 討論那麼久 就是 經常家屬意見會不一致 不一致怎麼辦 不一致法律上規定是用一個人來行之 兩個人以上 那一個人依規定出去同意書 就同意 不施請新被複製書 這地方是要保障病人的權益 有人知道病人有這樣的想法 出事了 這個病人就可以不解決 另外呢 意見不一致的時候 依先後定期順序 後順序者 像子女 他的順序在媽媽的後面 在配偶的後面 後順序者 兒子簽說 讓爸爸平安的走完 不要急救 可是病人的配偶反對 反對要用什麼方式 要在這個醫生不作為之前 要用書面的方式表達 說我反對 我認為這病人一定要急救 我認為這病人一定要急救 我不用等我 我說我沒有用 所以他如果反對 他打電話給醫生說 你不准 我反對 醫生會說 那你是不是寫一個 口數目的 你寫一個東西 拿過來才不會 那這個同意書 大家就發現說 有一個不容易